今年是六四事件30週年 香港支聯會在週日舉行了愛國民主大遊行 同時抗議修訂逃犯條例引渡惡法 吸引了2,000多民眾參與 遊行人數比去年多出一倍 悼念六四大遊行下午約30 由香港萬載修盾籃球場起步 隊伍以人民不會忘記的黑色橫幅領頭 沿途高喊 平反六四 反送中 抗惡法等口號 由於今年加入反對引渡惡法的元素 吸引不少第一次參加六四大遊行的青年學子 一位當年曾參與爵士行動的北京郵電大學學生 目睹慘劇 至今無法忘懷 他感謝香港人30年來堅持平反六四 有興隊伍約下午五時半抵達中聯辦 大會宣布超過2,200人參加 較去年的1,100人多一倍 香港人權狀況亦都是急劇的惡化 現在是有一個逃犯的修訂條例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是關注 現在的人權問題已經是殺到埋身 我相信這些都是令到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 是有個大幅的上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 社運人士雷玉蓮在中聯辦現場 焚燒明止及百方祭品遭警方制止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好